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五种料理的方法 这五种方法有的可以提高你刷怪的效率 有的可以提高你的生存率 总之都是非常实用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咱们先以黄芯作为这个视频的开端 提供黄芯的东西有很多 这里我主要推荐的是生命榴莲 榴莲是烹饪以后既可以回满我们的红芯 依然可以提供黄芯 还有比如说生命松露 生命萝卜 一般这个带生命的 带生命的都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效果 烹饪以后 在之前的英文的版本里 它就是Herti 比如说生命三文鱼也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就是做一个示范 这也是榴莲的一种用法 只扔一个扔到锅里 这样既可以回满红芯 也可以额外提供四点黄芯 这个比较适合后期 或者你对你的技术有自信 这样可以省榴莲 比如说我们写很多的情况下就做一个 这样回血性价比最高 还有一种用法是 你把榴莲大量的扔到锅里去 比如说我这里就直接扔了五个 这样的话可以给你提供额外的最大限度的黄金 在初期比如说你只有三个血的时候 对你的生存率是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为你在野外的时候的安全提供助力 类似于如虎添翼的感觉 关于榴莲的位置 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在湖畔驿站的旁边 这里有一个叫费罗尼之塔的地方 也就是热带雨林这一块 这里我拿这个锅已经标了出来 这些位置总共有四个锅 都是这一块非常好找的一些榴莲的采集处 比如说这里有三棵树 当然最推荐的位置是在费罗尼之塔旁边的锅 这里的话离它最近并且榴莲最多 榴莲的获取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首推使用榴莲 作为烹饪素材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 任何游戏里也许都是最重要的属性 攻击 关于攻击料理的做法 这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采用大剑相交 这里我们可以先把五个大剑相交 同时扔到锅里 烹饪以后可以得到三弓的料理 但是它持续时间非常的短 只有四分十秒 关于如何提升这个攻击的buff 好用的一个方法 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办法 就是加入雷龙的龙角 也就是费罗龙的鸡角碎片 这个可以在射龙的时候获得 这个其实是和刷龙角赚钱的一个攻略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拿一个雷龙角配上四个香蕉 这样在一起烹饪就可以得到30分钟持续效果的这样一个三弓的料理 可以说这个三弓的料理呢 无论是在刷人马还是在剑枝试炼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得力的法宝 当你挥着武器秒杀敌人的时候 你将会嗅到香蕉的甘甜 关于香蕉的采集地点呢 我们先打开地图 依旧找到费罗尼之塔 我在地图上用树叶标记出了香蕉的位置 从费罗尼之塔向西南方向飞这一片树林 遍布都是香蕉树 当然你也可以在路上 对你穷追不舍的一盖队身上抢夺到香蕉 讲完了攻击 再让我们来聊一聊防御 关于防御和攻击同理 只不过是它使用的主体的这个烹饪材料换了一下 我们调整成了铠甲蘑菇 明之为铠甲自然可以增加我们的防御 依然是四个铠甲蘑菇 加上一个雷龙角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们就可以得到30分钟时长的这样一个三房的料理 铠甲蘑菇的采集地点不必多说 几乎主流的地点都能发现它的身影 诸如森林河边 至于三房料理的应用 我只能说防御和攻击各有千秋 关于速度料理的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个速速连捧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好获得的 我们依旧是采用老办法经典的方法 四个速速连捧加上一个雷龙角 放入锅中 小火慢炖即可出来 30分钟的三速料理 正所谓日行千里不延其路之遥 夜月八百不与其道之间 吃了这个料理以后呢 它会让你明白 比时间跑得还快的 不光有博尔特 还有穿上黑暗套 吃完三速料理的宁客 关于这个速速连捧的位置呢 我们先打开地图 找到 文明夏尔的卓拉宫殿 就在那个达基基神庙那里 不对 是奈兹药马神庙 在这个神庙的周围 有一些水潭 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速速连捧 当然在卓拉领地 这一附近的水潭里 你都可以找到速速连捧 找速速连捧 就来卓拉领地 是兄弟 就来砍我吧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奈里 关于奈里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像人生一样的胡萝卜 叫毅力胡萝卜 这个采集地点呢 是在卡卡利克村的大辽军之泉那里 我们可以拿一个 只是一根胡萝卜 放入锅中 就会烹饪成囊样炒野菜 黄泉的意思呢 是补满你所有绿泉的情况下 再给你额外补一些体力 有了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随意抓马 包括那个高空的 从塔上看 能飞多元的小挑战 也都是随意完成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推荐的五种料理 好了 幸福的时光 总是如此短暂 今天我的料理攻略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只有短短的五种 稍显简陋 不过我觉得 还算蛮实用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游戏频道 蓝色橘子 千万不要忘了 点个赞 点个大大的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